最後可以做一個什麼 像這樣的一個清表單 這個表單的目的就是這樣 因為你要可能要查詢 P次查詢的欄位有這麼多個 假設這邊有四個欄位 那你可以讓使用者選其中一個 按下確定 他就自動跑出他要的 OK 然後跑完之後他如果不滿意 可以換下一個 這樣的話跑完按關閉 然後他就底下看一看 如果不喜歡再去找別的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子來處理資料 就會變得非常有彈性 他今天要什麼馬上有什麼 OK 比那個樞紐分析表 我覺得還更有彈性 樞紐分析表它能統計的大概有限制 而且它有固定的一個模式 那這個的話彈性就比較大 是用你自己來決定的 好 那首先的話我想 各位第一個先思考一下 這邊的話呢 我們大概做法 第一個就是說 會先建一個清單 那清單的話 比如說包含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這幾個欄位 當然你可以其他的 那這邊先新增一個清單 等一下再來看 那怎麼樣幫你做批次 批次的話就是 刪掉舊的 產生新的 他會先把舊的全部刪掉 然後一個一個幫你把它查出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查詢第一階段 這邊插入一個工作表 那我們這邊就是 名稱的話我們叫清單好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先給他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主要是針對你要批次查詢的對象 包含就是什麼 比如說業務人員你把它複製一下 那直接在這邊A1地方貼上 好貼上之後他有重複的嘛對不對 那你當然如果已經2007以後的版本是有一個叫移除重複 你可以按下去 這當然你這個地方有個標題 所以這邊要打勾按確定 他會自動幫你什麼移除重複的保留6個 OK 當然你可以挑戰一下 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 假如是2003以前的版本 因為有些公司可能還在用2003 因為公司不想花錢升級 我發現很多大公司也是這樣 我之前去 像遠傳 他有些還在用2000的 以色列 因為其實還可以Walk 而且還發現他電腦有些 其實還用很早期 IBM的電腦還在用 因為不會壞嘛 一般的輸入人員 他幹嘛用那麼新的電腦 反正可以跑就好了嘛對不對 只要可以跑也是要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比如說你是內部的資訊人員 你要寫一個東西給他用 如果你是寫成2010的版本 那就不OK了 所以怎麼辦呢 你恐怕要額外寫 像藝術重複沒有的話 那你可能要想想看 不過你已經 不過你可以向下相容 這個當然你可以立存新檔的時候 可以存檔 存檔格式的話 記得這邊有相容的格式 97這邊 活躍部 基本上2003以前的版本 它是沒有區分 怎麼有啟用跟沒啟用的 直接就是一個檔案 當然存給他也OK 可是如果說移除重複沒這個功能 那變成你要自己額外寫 那寫的方法的話 當然你就想想看 這個地方的話 我剛剛講過 而且你可以先排序 排完序之後再刪除 有時間的話自己想想看 好那其他的話當然針對什麼 產業別 產品 這些其實都可以建 清單 一樣的方法 這邊的話 當然也可以 直接把這個地方移除重複 這邊應該是移除重複 直接這一欄 那要不要擴張 不要 移除重複 有標題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分別產生 看大概就是業務 產業別 產品 或者客戶等等 那如果說你今天數量 或者其他 或者電檔名稱 你恐怕是自己要去設一個range 那用那個range讓他去查 可能要兩個欄位 一個from 一個to 好 那比如說我今天 做好之後的話 那我今天要做批次查詢 那批次查詢呢 需要幾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能夠批次的先新增 所以這邊的話 前面有講過了 如何新增 菜頭一個 一個 小咪一個 再一個 那當然你就把資料查完倒過來 所以 你可能會需要先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如何批次新增 但是新增的時候我們是空白 如果我今天要練習好了 你看看開花園裡面 Videopask 好 這裡面的話 當然我們第一個 如何批次新增 這邊這個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這邊的話呢 假設我今天需要 我們先簡單處理 我今天需要什麼 需要批次新增 那個工作表 那名稱的話就是菜頭 小咪小張 一個一個的幫我怎麼樣 產生就好了 裡面是空的沒關係 然後再練習什麼 批次刪掉他們 那再來就再把資料倒過來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基本上你可以跑個回圈 有沒有 第一個你先把 那你這個做法就是 先把那個 這個這個頁面 可怕先切到這邊 或者你不切到這邊 你可以用 shits shits清單 對不對 然後呢 在for i 等於第二 到最下面一列 去抓它的 A欄裡面的這個名稱 然後呢 分別就是在那個新增之後 它的name把它重新命名 所以這邊我有一個寫好的 在雲端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個我們批次查詢裡面的 這個程式碼 這裡面 展開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批次新增工作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寫好的 好 那來看一下 應該這個 因為前面大家有都有做過 大概練習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 我把字放大一下 那怎麼撰寫 第一個 插入一個模組之後 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 叫批次新增工作表 那我們是怎麼做呢 for i 等於第二 到 shits清單的最下面列 那以前的話 因為只有一個工作表 所以前面不需要告訴他 哪個工作表 但是因為現在是跨工作表的應用 所以前面 會多一個叫 shits工作表的向下一列 那我要做什麼呢 就是去抓到 這一個工作表的 A欄的第幾列 第二列裡面 就菜頭 然後丟給誰 丟給一個x變數 先幫我存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 他會抓到菜頭 然後把菜頭 先丟給x 那再來做什麼呢 這兩行 應該各位有一點意向吧 前面用過 如何新增工作表 就是shits 有沒有 .add 那add到哪裡呢 add到最後面 最後面就是shits.com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他的名稱 因為新增了一個 所以那個shits.com的名稱 就叫做x 那一個做完之後 還有下一個小咪 小張 老王 所以做完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呢 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完 有沒有發現 這個菜頭 小咪 小張 老王 英雄 瑤瑤 就出來了 不過最後 建議怎麼樣 你最好是再把它移到 移回到哪裡呢 移回到第一個工作表 因為一般我們是 會移到 移到第一個 你就乾脆 移 點什麼呢 點slide slide 這樣子OK 但是你新增之後 如果你現在再新增 它當然會產生錯誤 所以我們會需要什麼 批斥刪除 第二個動作就是說 要把舊的這幾個刪掉 但是刪的話 我們需要 留下前面兩個 因為這個是總表 不能刪 這個是清單 也不能刪 所以假如說我第二個 如何批斥刪除工作表 前面應該有用過吧 就怎麼 哪一個 shits.delete 對不對 那我講過就是 如果以前刪除列 要倒過來刪 那現在工作表 如果你要刪的話 我建議也是倒過來刪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現在刪掉菜頭 本來菜頭在第三個 小咪在第四個 那如果你把菜頭刪掉了 小咪的位置會怎麼樣 會移到前面 所以小咪本來是四 它的位置居然會改變 變成刪 那後面的全部也都換位置了 所以你跑一個回去的時候 你本來要刪它 結果它居然跑掉了 你就會刪不到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一樣 如果以後 反正你只要想到刪除 無論是列 或者是這個一樣 你就怎麼樣 從後面刪 比如說它三四五六七八 它是八對不對 那如果你把第八個刪掉 第七還是一樣位置啊 所以你第七刪掉 第六還是一樣位置啊 所以你就是什麼 for I 等於 最後面那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呢 當然我們撰寫完 大概寫出完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自己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P次刪除工作表的話 倒過來刪 倒過來怎麼刪 這邊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好了 第一個一樣 插入一個P次刪除工作表 好 那特別注意 因為刪除的時候 它會一直跳出 要不要刪除 要不要刪除 很煩耶對不對 如果你要100個 你就按100個刪除 而且記得一定要加這一行 尤其是你大量 像那個我們有客戶名稱的人 有155個工作表 如果你忘了加這一行的話 它就會一直跑155個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告訴你 問你要不要刪 所以你一定要怎麼樣 把那個警告有沒有 提示關閉 那關閉應該還記得吧 這好像前面有講過 叫Application 點 Displace 所以你大概打一個點 disi就出來了 dis等於 false 關閉 再到最後面呢 記得把它打開 等於True 那裡面要做什麼呢 for i等於 最後面一個 最後面一個是什麼 蓄著點抗 其實就會只這樣搖搖 好像第八個吧 所以 蓄著點抗呢 實際上最後呢 這個數字應該就八了 它會自己去 check一下 總共有幾個 然後呢 到 第幾個 第三個 因爲什麼 因爲要保留前面兩個 所以這兩個不能刪了 不要習慣寫 蓄著點抗圖 一 完蛋了 前面全部幫你刪掉 那沒有就要重來 那因爲倒過來 所以呢 記得加一個 step-1 因爲預設是step-1啦 是正向 所以不用寫 如果你反向 就加這個就可以了 然後裡面的話呢 就把它什麼 哪一個工作 第八個工作表刪掉 第七個刪掉 第六個刪掉 那NAS 最後再把這個 這個 提示再把它什麼 再把它打開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全部都刪光光了 然後再新增 有沒有 再刪光光 OK 好 那因爲我這邊 多了這一行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會 自動會跳回到 這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等一下 如果你們在雲端上面參考的話 應該是沒有這一行 你自己可以加上去 好了 以後的話呢 再來就可以怎麼樣呢 有頭有尾對不對 再來就是 配合 上個禮拜教的 那上個禮拜教的就是說 我們有個單次 還記得吧 單次的部分呢 其實就中間這個部分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哪一個呢 放在一個回圈裡面 那本來這個x是由input box取得的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不是input box 而是自動去抓清單裡面的那個名稱 一樣 等於有點像前面是先input box進來 再查出一個 放一個 但是我今天呢 不用輸入了 直接就從我的那個清單裡面去抓 抓到之後換下一個 所以頂多是多了三行 這三行是什麼 一個for回圈 頭尾 然後呢 中間部分 所以批示篩選 業務的話 其實就從上個禮拜的那個部分來做修改 所以你當然你也可以知道 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有沒有上個禮拜的是那個我們第五次上課有沒有 第五次上課的東西 那我們這邊也是一樣有個程式嘛 這邊不是有一個什麼 篩選業務嗎 其實你也可以拿這個上 上個禮拜的部分 這個篩選業務有沒有 拿來做修改 那你會發現喔 我只有在外面包一個回圈而已 然後把input box 改成從清單而來 ok 攝影試試看喔 然後這樣的話呢 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類似像這樣子 這一段 Ctrl C一下 然後這邊 好 那 可以它自動清真 好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 先試試看好了 我們就是三段 那最後做完 我把它run一下 就是 不過最好是射中斷點 如果說你不確定 因為你一run 應該全部做完了 但是怎麼做你不知道 沒關係射個中斷點 P是篩選業務 然後 一到 這個 這個抓過來 現在沒有對不對 按F8 裡面抓到哪一個 菜頭對不對 然後菜頭抓到之後的話呢 油標放在B1 這個都一樣了有沒有 篩選 然後範圍 再來 選取 再新增 有沒有 這一段 其實就剛剛講的 新增的名稱 就叫菜頭 所以你會發現 新增之後現在的名稱 是工作表14 然後把它重新命名成什麼 從菜頭 然後呢 最重要是這個地方 貼上 因為剛剛有複製 現在貼上 然後欄寬自動調整 再 再 取消選取 再 切回到第一個 總表 再 取消選取 那 游標再 A1 點一下 就取消選取 這個時候菜頭有了嘛 再來就換下一個 所以下一個X 因為我是4回圈嘛 所以再換 抓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是誰呢 下一個是 小咪 有沒有 一直在推 所以一直一直往 那如果沒有問題 你就把這個中斷點拿掉 然後讓它跑 欸 換下一個 我感覺有點卡 有沒有 它一直跑 如果你不希望它 畫面一直更新的話 我講過嘛 你打一個什麼呢 在這邊打一個 Application Appli 這個我想 這個物件名稱很重要 所以最好把它背起來 點什麼呢 ScreenUpdating 等於FORCE 對不對 這樣它就不會更新了嘛 然後記得把這一行 Ctrl C 頭 尾 尾巴在這裡 貼上 等於True 這樣就OK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這個時候如果再執行 因為有舊的 所以怎麼辦 最好 可以在這個地方 先開始的時候 先Call什麼 批示篩選 批示刪除那個工作表 所以喔 因為如果你沒有先刪掉舊工作表 再跑 哇 掛掉了 因為已經有了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 在剛開始的時候 先呼叫它 所以這邊射中斷點 有沒有 因為有舊的對不對 然後先刪掉 它會跳到哪裡 跳到上面 對不對 然後做什麼 就是先幫你把舊的先刪掉 刪完之後呢 它就跳回到下一行 有沒有 所以以後 假如說呢 經常會使用的那些方 那些程序 你就是另外寫一個 那以後 反正大家都可以共用嘛 我只要需要刪除工作表 我就Call它就好了 它就會幫我全部處理完畢了對不對 然後就又跳回來了 這個時候呢 再去全部查詢一遍 不過因為我現在的那個 我先把中斷點拿掉了 因為我那個updating關掉了 所以它不會updating 它不會去 它什麼時候會跳一下 就是當它等於true的時候 所以你會發現最後畫面好像有閃一下 因為它又恢復了 所以它會再閃一下 資料的話有沒有出現 資料有出現 這個就是所謂的P次篩選 P次篩選 所以特別注意 先建一個清單 只要有清單 後面就變得非常簡單了 所以同樣的方法 產業別有沒有辦法做 可以嘛 然後呢 其他只要你產品可不可以做 可以 客戶名稱也可以做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自行再完成其他欄位 OK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程式碼就在雲端上面有了 反正就是前面三段 第一段是新增 第二段是刪除 第三段就是P次篩選 那其實 其實你說這一些東西 能不能直接套用在別的工作上 當然可以啦 你以後只要找到一個大的資料 馬上可以做 完全match 不會有影響的 當然你要知道改哪些地方 如果欄位位置不一樣 你可能要稍微改動一下 這些東西可以馬上套用 所以你甚至可以把它拿來當什麼 當個飯本就好 好 好 好